台东新港渔港金永利号渔船17号捕获一尾无中其鲨 山长将近4米重420公斤 经过东部海参研究中心鉴定为是灰溜塞沙 物种骨骼和1亿6000万年前的化石骨骼类似 几乎没有进化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鲨鱼 山长将近4米的巨鲨被缓缓吊起 仔细一看 竟然是灰溜塞沙 是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鲨鱼 与1亿6000万年前化石骨骼类似 几乎没有进化 可以说是现代活化石 跟别的鲨鱼不一样是一般的鲨鱼 甚至是烘鱼都是5个鲨 那这个科的鲨鱼都是6个或7个鲨 台东新港渔港金永利号渔船 17号捕获这尾古老巨鲨 提出被渔民误认为无中其鲨 经过东部海参研究中心鉴定后 才确认是比恐龙还早出现的 回流塞沙 由于非保育类因此18号上午 趁新鲜进行开卖 罕见古老巨鲨一共不货 一公一亩两尾 母鲨重达525公斤 由鲨鱼达人陈文荣得标 据说冰岛人喜欢晒干食用 肉质多油脂相当美味 看来在人类五脏庙面前 活化时也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今天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